前两天呢 我们介绍了一个特别有挑战性的一个项目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买了一辆东风风神异炫 但是这车吧 其实你要是说 摆起来有点困难 这个车好像没有人配件 你车过过这车 听说过 我好像前几天看CDCC的时候 好像得到过一次分战的关键 好像说还真不止一次分战 因为绝大部分国产自主车型 其实在改装这个问题上面临 您的统一的问题就是配件缺乏 因为配件少 所以说能改动的东西也相对就少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急厂 可能也就十几天 那咱们就包围来一趟 包围肯定要有 我想这台车 这台车其实它上面有很多那种偏运动化的设计 但是呢 却有很多那种就是高亮的失调 所以说我觉得尽量的去让这台车显得更纯粹一点 但是说外观这件事 如果想要把一台自主车型打造的能够符合国际风向的改装潮流 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可不可以 所有的改装件都用咱们国产的品牌 我觉得没毛病 找找这些国内的这些改装品牌 看看能不能去给这些车量身定制一些配件 最后我们选择了Artica定制孔具的锻造轮毂 这种经典的长服条设计 多用于JDM风格的街车 搭配在这台车上相得一张 为了让整个轮毂显得更加饱满 我们还定制了厚度30毫米的法兰片 避震选用了博德的接用避震 同样也是定制 刹车则是雷迅的N3 大肆活塞一体铸造卡钳 卡钳颜色选用了红色 搭配亮黑色的轮毂 包围套件现在现成的应该没有吧 现成的有吗 没有 咱们包围这个就暂定 我们现在去找国内的设计师品牌 对 找一个设计师 包围的设计 首先要经过3D扫描 得到原车数据 交给包围设计师完成设计方案 最终通过专门的3D打印工厂 进行制作和加工 整个流程需要协调众多团队 那这里面我觉得我擅长的环节 就是帮助他一起去设计这套包围 给东西风格上的建议 设计这个东西基本上都需要 一周到15天左右 打印的话基本上也需要一周到十几天左右 咱们最好兵分两路 我去打印机厂商 你把设计完了以后把图纸发给我 我立马从那开始催 本次我将负责整个空气动力套件 及车身拉花的设计指导 前往杭州与设计师交流方案 小伟哥则会去广州 负责与包围的制造商对接 总之呢 我们就这么风风风火的出发了 风风风火到 我刚才一不小心从兜里面发现了一样东西 这双钥匙呢 是通往天灼的 我活不太久了 因为这套钥匙是我老婆的车钥匙 现在呢是6点58分 马上就7点了 我们现在呢乘坐这单航班 到达杭州 然后呢落地会租一个车 开车呢到200公里以外的千岛湖 到那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为了去看一下 我们目前包围的这样一个设计进度 总之我还是非常期待的 我们呢已经拿到了租来的车 这一台高尔夫的1.6升排量的家旅 总之我们现在就踏上了去千岛湖的路程 应该是200公里左右吧 到地方了以后呢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我们的包围设计师了 终于看到本人了 这都是加工好的模具 我看你家做的那个包围 现在都已经外面有感恩店在出货了 对很多我们装的很多 就是很多厂家的设计 还是我给他们提供设计 但是我都是这个都是没有公开过的 明白明白 开发一套模具那成本是大 一个千岛大概好像是说60多瓦吧 应该 对啊 咱来看看咋内容 像原车的那些线条的话 如果去在它上面去做延转 也做不出来开气是什么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没想到你居然就一直就把那个线条 就真的延续下来了 就延着那个线条就继续做 就是交箱呼应的那种 V字形的那样的顺 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整车的这个气场 非常的居中 而不是向下沉 对 就很高嘛 很高的感觉 对 整台车我都重新建模过了 三天时间嘛 所有的事情 已经挑战极限了 今天马上就过去了 呵呵呵 是 通宵打蛋嘛 因为它肯定是通宵打蛋 它那个数据我给它做的还比我们准 再通宵打蛋四天今天几号啦 东西还没到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成功 就像刚才我们聊的那样 还有四天时间 要完成包围的生产 刷纤维 贴膜等工作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在小伟哥那边 已经赶往广州 寻找包围生产的3D打印厂商 终取第一时间 能够收到我们这边的 终极版设计方案 尽快打印 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飞行 现在我们抵达了广州排泄机场 一会儿呢 我们再坐半个小时的高铁去东莞 我们找到了一架 据说是亚洲最大的3D打印工厂 现在六六呢 他们正在和设计师呢 设计整个包围 一会儿他们把整个文件 做好以后发给我们 我们尽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包围打印好 然后发到天津进行安装 设计师设计完图纸拿到这里来 然后做成那个3D打印机 可以识别的那个格式 那我们现在是等于那边设计师 把整个图纸设计好后 画到这里了 我们上去拼接就可以了 我们的包围大概提早多少天可以做吗 那么多东西 要是7天左右 7天左右啊 我们时间非常紧 能不能帮我们加快点速度改一下 那我们再加了个部门 好那太感谢 谢了 现在看来广州之行还算顺利 预计两天到三天后包围就可以送达 不知道六州他们一行人情况如何 昨天我们在千岛湖呢 看了这个包围的设计 其实进度还是非常喜爱的 虽然说也意识到了非常大的难度 可是现在其实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 马上要去杭州查看一下 在外观的设计上 拉花是最后一步 也是整辆车的点睛之笔 这些线条图形的组合 会让之前整个车身的设计语言更加鲜明 所以说拉花也绝对不能马马虎虎 还是要到现场去看一下 所以再过一会儿应该我们就能开到杭州了 他跟我们说12号 对 是真是二号 真是二号 打印现在在广州打印 广州打印完了 然后现在马上我们要拿回去装 你设计这些拉花的时候 你有从其他的领域去摄取一些元素吗 我看你有那些球鞋的那些设计 包括高达的配色 我都会用机甲设计 对 机甲设计 我每个部件分一个色 拼起来看协调了 我再用这几个色号 色号确定了 我在做拉花 颜色不确定 你拉花做出来必定丑 还得颜色协调 还有一些就小细节 包括轮眉变得虚心啊这种 这种感觉缝起来 感觉就是一直在打仗的那种感觉 对 后面有座 前面我就直接衔接起来 可能会更舒服一点 不然这一块很空 就锯空 就感觉整块车头是没做涂装的 现在是4月11日上午 距离交车还有三天时间 经过这么多天的等待 我们的改装件除了包围之外 剩下的全数到期 由于我们的改装店正在装修 现在我们要连件带车 一起带到别的改装店 完成改装 今天主要的工作 是安装避震和刹车 其实轮骨也到了 但是轮骨的法兰盘和螺丝 也都是定制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 现在这是定制的地震 然后这是原厂的后塔顶 定制的地震不对 现在这是定制的地震 现在我们自己要修改一下 吃人单 差点 差点来看看 我记得档台可能是没有扣的 在改装外观的过程中 贴改色膜是非常常用的手段 换个颜色 甚至相同的颜色不同的材质 都会使整个车身的气质与众不同 原车是金属漆 我们采用了亮色质感 同时更纯的红色 也使车身更加的运动 贴膜要求施工环境非常严苛 必须要保证车间内没有灰尘 为了最终的效果尽可能完美 在正式贴膜时 除了工作人员之外 其他人也无法入内 经过一夜的施工 除了前杠 其余部位熏已完工 而这套包围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等待 也终于到达了店里 包围在制作时并没有预留安装空位 现在我们需要按照设计图的每个零件 预安装 以便于确认是否合位 经过两天的空运 从东莞 现在3D打印的配件已经到达了天津 3D打印的件打印出来以后 位置会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要把3D打印的件放在车上 然后去找它的安装位置 然后可能还需要去修一下这个边 打磨一下 然后才能完美的和整个车身的线条去稳合上 今天是交车前的最后一天 经过了之前的一系列工作 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的总装环境 轮毂的法兰盘螺丝也到了 遗憾的是 排气因为生产周期的原因没有到 在这一天里 我们需要将每个外观件贴膜或喷漆并打控安装 当这些工作全部结束 也就意味着这台车的改装完成了 我们期待着最终的成绩 今天13号下午2点 14号中午提车 我们还在继续努力 现在大概有15-16个人同时开工 里面这不用去 这口用大概60的 用52的细管热炉里面穿 这有60呢 内景都75了 这怎么装着 我可以把这把货拿进去 这样就是 随道去 这样的 那就一调 这件事 可以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十几天的忙碌过来 今天他就要上车走了 十五天的时间 我们用所有中国的改装件 交出了一份 我们认为还是不错的答案 因为本车开出来了以后 说实在的整个汽车城里面 所有人都看呆了 谁都不知道 这到底是一台什么车 变化非常的大 过程有点不错 在改装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这车真的特别好 就是你稍微改一改 这整个的这个气质 你要再往下压一压 这个车就能凸显出来 一种非常强的战斗机 就是他这个 I will be king And you You will be queen And nothing We'll drive us away We can be heroes Just for one day We can be us Just for one day I I can Just for one day We can be am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